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频道 首先,这里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敌好啊 纽细兰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啊 和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到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正向报》和《三台沙冷器》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一个齐抗疫情经济反揽炒的讯息传言出去 好了,今节我们也讲一讲台湾的事情 大家知道,有些人经常说武统,好像何臣那些 但是我们知道武统其实是一个逼不得已才要出的一个选项 当然了,武统也有它成功或者失败的可能 那么我们就讲一讲,今节就讲一讲,分析一下 它的成败的一些因素 那么根据经济学人之前说过 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那么当台湾,即台海是剑拔老张的时候 其实全世界都会崩紧的 6月6日的时候,大家知道了 美军C-17 军用运输机就搭载三名 美国议员就飞抵台北 成为了各方对于台海战争的一个 想象的新的一个人子 紧根其后的就是 解放军多个军种以不同的方式发出战争警告 鉴于两岸严峻的形势 其实我就综合了很多媒体的一些资料 就看一看 解读一下或者分析一下 究竟武统台湾的成败 成败的因素 以及台湾有没有什么策略 中国内地又有什么策略 以及台海一旦爆发战争 各方的反应 以及武统之后会如何 其实两岸关系的的确确 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算是亮起红灯的 另外中美台日四个地方 当然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亦都是不断围绕台海的博弈 有好多的对话或者论争争9근 亦都溢无点 但在内部方面 其实解放军 军机川 Firebase 川 곳的海峡中线 成为所谓的新常态 新装冰东风17超音 超音速导弹 在东南沿海装备 射程有2500公里 除了覆盖台湾之外 还可以触及到日本的 横衰贺美军基地 可以阻止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 进入台海的介入 其实美台方面 在2021年1月20日 拜登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 美国是进入了权力过渡 这种过渡也有一些动荡 动荡也危及到台海 台海是未知数 我之前也说过 拜登其实现在一直 都是在做大规模的研究调查 究竟台海目前的状况 可不可以持续下去 可不可以维持越现状 他一直在做调查 在做研究 2020年10月26日 美国宣布 特朗普上任后 第九项对台 叫做军售 将会出售一百枚 鱼叉反栏导弹 当然是卖给台湾 同年 即是2020年的11月9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 亦都是抵台教授 台军 两栖作战 美军入台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是有挑衅的意味 这个也是事实 同一天刚刚和中国军方进行危机沟通的美国国防部长 艾斯伯 就被撤换了 更加令人责疑 这次人事调整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基本军事政策 都是有变 今早上我汪祖也做过一节 就是新的台海政策可能会出来 其实2020年10月29日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 就这样公布 就说加快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实现 副国和强军 双统一 这个表述 其实就是全面加强 练兵备战 提高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确保2027年实现 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其实大家要知道 其实习近平的民族复兴时间表 以及解放军 建军百年的目标 不单止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而且统一台湾 更加是两个时间表的共同目标 我们看看去年 军费的对比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军费 大概是1782亿美金 我昨天也说过了 美国大概是7380亿美金 总兵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200万 美国是133万 其实武统 我们说过也是一个最后的选项 不过也不能回避讨论 其实武统台湾这个选项 在1996年的时候 一度是接近上演的 当然是接近的 是接近的 没做了 最后当然 但是因为美军的强烈干预 以及解放军和美军当时 海空装备存在明显 叫做差距的情况之下 大陆是没有这么做的 1996年台海危机 以及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毁的事件 一度成为了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建设的催化剂 中国由此开始了二十多年军事现代化的追赶之路 今天中国的海空军主力装备 其实追平了和美国的代差 以美国航母为主的打击目标 其实是围绕台海区域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基本战略 解放军的非对称作战成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可以和美军航母有得一拼的 小数的案例之一 其实中美军事装备差距是越来越小的 当然美军外界估计美军还有一些武器未出现 这些武器未出现了 刚才我所说的代差 即是武器之间的差距 它的意思就是 其实是否像外界中想象到差得那么远 我觉得不是的 但是你要知道美国人经常留有一手 所以其实依然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 这是不同专家的见解 不过外界依然是坚信 尤其是西媒 依然是坚信 习近平和中国大陆 只是将武統作为最后不得已的选行 只要有可能和平统一 必须会继续争取和平统一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其实最后面 中国人打中国人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绝对是 但是随着这个战争风险持续攀升 其实我觉得又不是很攀升 有些西媒是这么说的 因为其实蔡政府 会不会真的大胆宣布 台湾叫台湾共和国 我觉得不会 是吧 当然了 武统怎么打呢 对于台海战争来说 其实很多专家都是有分析的 无议了大陆 因为台湾岛内发生重大变局 并且存在外来干涉的风险情况下 会以非和平手段 推动国家统一的情况 西方也是有无议这种情况 台湾内部的政治势力 尤其是正在执政的民进党 蔡英文政府 其实他们也不敢忽略 有大陆统一的意志 他们也知道一旦开战 局变是控制不了的 是吧 因为战争的东西 拆枪走火 就是最大事的 其实媒体和很多智库 中美军方也不乏对于台海战争的推演 但是多数的推演 只是基于不完整的军事数据 相对于机械推演战争的基本进程 忽略了就是解放军对于对台作战的政治战略目的 在解放军的军事理论当中 军事行动 其实就是一个最高的目标 就是统一台湾 而且是绝不会拖离大水 不会被美国和欧洲军事 还有政治干预的时间和机会 所以一旦假定了武统发生 解放军对台作战的总原则就是四点 一就是最终实现统一台湾的战略目标 第二就是快速解决战斗 用最短的时间攻击岛内的海空力量 夺取制控海拳 为后续登陆作战提供保障 48小时内整建制消灭台军战斗力 72小时内完全控制台湾 第三就是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 实现斩首的打击 饱和式攻击台湾军队中枢 但对大城市和平民保持克制 尽量使死伤减少 四就是控制战争规模 减少第三方介入 避免多点联动引发全面冲突 其实关于解放军研究 可以多久攻占台湾呢? 其实有一位仁兄曾经说过 就是解放军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王鸿江中将认为 这是我引述的 就是从解放军踏上台湾岛那一刻 即是D代表日、日、日 小时来计算是D加48hours 即D加40个小时 即是两天 基本数就是 就可以取得公道的完全胜利 这是他的观点 但是是不是实战 一实战没人知道 就没打过 很多战略说 实行起来是困难重重的 没错 美国也不知道 可能大逆少过两天 也不出奇 我记得谭志强博士说 对岸一攻过来的时候 第一件除掉的是什么人? 他就说 以台湾现在这代人 不是很能打的 他们第一个除去的人物 就是台湾军方 投降 所以很难估计 可能是多过48小时 也可能是少过48小时 但是这个观点 纯粹是来自这位 叫做元解放 元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 其实台湾方面 2010年 一位很出名的人士 李敖 也询问过时任的 台湾的军头 叫李杰 当时李杰的回答就是 能抵抗两个星期 李敖就问 两个星期之后美军还不来呢? 其实台湾就会一片火海 那就完蛋了 另外2011年台湾 所谓的立委 其实也是质询过 当时的所谓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商银行 高华柱问他 他得到的答案就是 能够坚持到国际上其他援助为止 要超过两个星期以上 可以捱到两个星期 他的意思也是 其实2014年也是被质询同样的问题 也是两个星期的 不过 当时的负责人就这么说 他说 假设对岸对台威胁未减 具备大规模犯台能力时 台军可以守几天 就是在缩皮 本来两个星期 现在说几天 他说 他说 经过我们汉江历次演习所推出来的结果 其实我们可以守到30天 你说 你说多少天就多少天 其实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 曾经 也是小英 蔡英文很看得起的冯世欢 当时他就是军头 他说 现在可以支持多久 他就说 李天宇可以打两周 但是我不止打两周 但是他 你去打都可以的 其实很老 黄世欢也说 两岸开战属于 战略性问题 能支持多久 我就不告诉你 这个老实点 这些是国防机密 对啊 都可以跟你说 支持多久 支持十多年都没问题 你看我们支持多年 对吧 基于以上的原则和两岸军事实力 其实解放军武统作战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就是唯而不打 第二种就是斩首行动 第三种就是发动电磁战 信息战 将战争规模控制在空和海 之后摧毁岛内的海空战斗力 其实到时大陆的军队就不战而航 对不起 是陆军 是台湾的陆军 不战而航 对不起 不好意思 看错了 不好意思 很大肯定 只要我们控制空海 那么台湾的陆军就不战而航 第四种就是台海战争全方位开打 在海空作战的同时 解放军就登陆本岛 预设会遭到台湾陆军的抵抗 以上四种战争走向的可能性 其实就决定了 这个战争规模最终是一场热战 以及一场热点战和区域战争 还是全面战争的 也可预计到一些成败 而热点战争 即是大陆优先选择的 伤亡人数较少 以斩首为主的方式战争 区域战争是战争范围 只是控制在台海 域外势力就没有办法直接干预 只有解放军和台军为参战力量的情况 全面战争就指美日全面加入参战 其实澳洲也说想参加的 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这个就很少了 他说说参加而已 说就说很凶狠 打的时候就说 我派了那些潜艇还没回身 其实如果说全面参战 战争范围就从台海 扩展到整个西太平洋 其中全面战争是中国政府不想见到的 事实上也是的 因为战争范围太大 但是也有可能 也必须面对的可能情况 其实我们看看 大陆和台湾两军的基本盘 其实我们看到 基本盘当然是大陆赢很多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全面参战的话 注册在日本和韩国等地的美军 其实就是隶属于美国印太司令 部属下的太平洋舰队 即是第七舰队 其实他们是最有可能 在台海战争当中干预台海的 所以在核算的时候 应该将美国亚太军力 都要计算进去好些 从兵力来看 其实 2014年习近平军改之后 中国拥有的现役 就是218万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规军队 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的陆军和空军 以及军舰吨位总数是世界第二的海军 而且拥有洲际弹道导弹 也有弹道导弹前艇 战略轰炸机 所组成的三维一体有限核打击能力 这是亚洲地区最庞大的武装力量 2016年成立的中国五大战区当中 领导和指挥华东地区的 六个省级行政区的东部战区 将会主要负责对台作战 南部战区协助作战 并且承担防务工作 东部战区 其实就是中国五大战区综合实力最强的战区 在兵种上的划分比例上 海军占全军二分之一 空军三分之一 精锐陆军占全四分之一 核区的部队为东海艦队 和第七十一集团军 第七十二集团军 第七十三集团军 每个集团军人数都在八万人左右 东部战区陆军主要应付跨海两栖作战 陆南部队数量也是最精锐的 海航第一精锐的海军红鹰团 就是隶属东部战区 南部战区所核的南海艦队 在中国海军三大艦队中 防御海域最大实力最强的艦队 混习了目前中国海军最先进的战艦 包括四艘052D型驱逐艦 三艘071型船奥登陆艦 四艘094型战略核潜艇等等的最新战艦 军优先配备给南海艦队 成为三大艦队中 拥有驱逐艦最多的艦队 也是唯一有两个海军陆战旅的艦队 台湾的所谓兵力 台湾的总兵力就有25.7码 少很多 包括1.5万名献兵 也有后备役的 但是那些后备役的就能打不打得呢 大家就知道 其实台湾的现在的军队就不一样 很厉害的 因为常常被岛内的人笑他们是少爷兵 所以就不多介绍了 兵就不多介绍了 那说一下他们的武器 常常帮美国买 台湾就有M60型和M400A H型的战车 就有1830部 那其他 那说一下 海军战力 战斗力就有 都挺厉害的 有330艘 南亭 总排水量只有20.7万吨 那大陆有多少艘 就有796艘 总排水量只有117万吨 那有些区别 反正这些对比就不说了 因为太悬殊了 那我们刚才说了四种攻台可能 是吧 第一种可能就是解放军 唯而不打 区域 他只不占屈人之兵 这个是一些内地的说法 那其实在解放军四种攻台方式当中 唯而不打就被认为 当然死伤最少 这个不用说了 但是 好行性就较低 因为 我想蔡政府也不会 说 饮得你了 我想就是 是吧 那另外 第二种可能 就是 那说回 其实唯而不打的 优缺点都很分明 说多些唯而不打 其实我就觉得 优点就是 大家死伤最少 缺点就是 外力一定干预的 你说美国人会不会 会不会干预呢 我觉得会的 但是 就看美国人出多少力 这个就是看他们 愿意出多少力 所以 这个缺点就是 太多的不确定性 因为不知道外部干预力量有多大 是的 另外 第二种可能 就是 解放军就对台进行 斩首行动 这个我们 认真一点说 因为这个可能性 就是经常被内地一些 人提出来的 正是因为台海局势复杂 就决定了解放军一旦攻台 作战的动作一定会 力求速战速决 一举 叫做打低这些台军的指挥中枢 令到台军失去统一的指挥协调 目的就是最极大的削弱台军的战斗力 和主要军政领导人的所谓斩首行动 就是可能成为解放军首要的攻击目标 其实两岸都经常围绕这个行动进行讨论 目前在诸日和基地 解放军已经在无以攻台所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演习 就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住在哪里 就是所谓的总统府 总统府上引号 同时台军在评估大陆犯台上引号的模式时候 亦从2003年开始逐渐引入斩首和反斩首的概念 目前公开的讯息就看到 普遍分析认为解放军进行大规模战争 很可能就是用这种行动作为军事打击的序幕 即是斩首无法揭制全面战争 但全面战争和立体战亦有较大的可能 以这个第一打击蔡英文 如果现在搞的话 就是开始的第一步 战争开始的第一步 解放军这个行动有两种较大的可能 一个就是解放军直接以导弹远程 就飞过去这个所谓的总统府 那 那 很有可能的 你不要笑 真是有可能 那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战争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 是 那 那这个第一个可能 就是飞过总统府 所有的总统府 第二个可能 就是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或者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离开 台湾本岛视察或者出访的过程当中 是否可以实施这个砰砰砰的斩首行动 就是这样 老实说斩首行动的伤亡也可能比较少 可操作性是强,家产其实是有可操作性的 之前内地也是演练过的,也是模拟过的 也符合目前世界战争的趋势 所以解放军和台军内部的演习也是围绕作为重点去准备的 这方案可能单独实现,也可能配合其他军事作战来实施 另外一个就是区域战争,即是一场倒外的有限海空战争 虽然现在最有可能的就是刚才所说的斩首行动 但是如果台军的军事实力和抵抗意志 依然有的话,可能就会有其他战争 即是一场倒外有限的海和空战争 其实这个就要看倒内军民的意志 但是,连台湾内部都是不看好的 因为台湾很多人都没经历过战争 一打到来的时候,应该放弃抵抗的人比较多 这个美国人都是这么说的 老实说,只可以这么说,有时候同一就是同一 只要没人命损失,过回自己的日子就算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 因为你太悬殊了 当然第四种可能就是台海发生全方位的立体战 解放军就要进行登岛作战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美国的支援 台军也不是弱得这么厉害的 如果出现两军交战一触即溃的可能性 其实亦不大 所以两岸一旦真的开战 台海将会发生一场全面战争 除了斩首之外,其实全面战争的机会也是很大的 解放军就要登岛作战 在评估台海战争风险和作战规模时 解放军对台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战的推演 就是这样的 首先就预设就是斩首不成功,无效 还有台军抵抗大陆的意志强烈 所以解放军可能就进行全方位的立体战 到时美国也会出兵 这个就是最后一着的全面战争 不过这个全面战争有一件事要想一想 就是美国肯投入多少伤亡 之前说过美国肯 就是2000年左右 就有美国的军事专家说 我们可以2万人伤亡 我觉得不会了 就是现在今时今日 因为它之前拿到一副都是 国内压力这么大的时候 我觉得就不会了 那我呢 也总结了 就是一些解放军武统失败的可能的原因 我都是总结出来 根据其他媒体 可能失败 有什么因素 搞到解放军 可能失败 但是我觉得应该 如果真是有心一战的话 最后来 老实说台湾岛一定能拿到 但是后续的东西可能很多要搞 说回来 可能失败的 或者失败的可能性 是来自什么呢 第一就是登岛作战的难度 亦不少 美国对华军事的报告 曾经指出 解放军有能力完成 各种两栖作战行动 但是呢 是不是可以对台湾岛实现 全境登陆作战呢 大规模两栖登陆 是一个极其复杂 和很高难度的军事行动 他的胜利 他的胜利就取决于空中和海上优势 在岸上迅速集结 和保持后勤的输送 就是物资的输送 以及连续不断的支援 的确呢 武力收复台湾的努力 会比几十年来 从未 再打一场大仗的人士来说 两边都是 其实这个西梅说的 其实我觉得 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强很多 其实呢 最大事的就是 就是西梅说的 其实登陆的时候 国际是否会干涉 就是会不会让你这么容易登陆 现在他的意思是 登陆是可以 但是呢 可能登陆的 不是全面登陆 就是一两个点 还有这样就有消耗很大 还有另外一件事 城市作战 还有 岛上会不会有叛乱 所以令到整个登陆计划 很复杂的 登陆作战难度很大 所以如果 国际关涉 还有就是 普及不足 或者慢了的话 其实呢 也都会大大地打击解放军的作战能力 所谓的武统也都可能失败 这个我意思于直说 那第二个因素 就是台湾军力 其实呢 虽然他的兵是一般的 大家都知道全台湾都要供应 但是呢 他呢 也都是不断买武器的 你不要忘记 是吧 虽然他有一些都是仓底货 但是 他的量多的时候 所以他不是狂买多些呢 所以他两大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拖慢了 这个被供下来的时间呢 也都有可能 因为台湾真的花很多钱 那第三个因素呢 就是呢 从战略和地形上看 解放军必须解决 越过澎湖这个问题 是 今天的澎湖呢 已经被台湾方面 打造成为一头 叫蚝珠 就是整身刺 他的意思是 是 那其实呢 他就是台军 叫做作战 或者叫护台的最重要一环 但是根据呢 台湾的一些智库说 其实呢 澎湖呢 的战略地位呢 已经超越了金门和马祖了 那在台军防卫作用中呢 呢 确有这个进可攻 退可守的战略作用 更加是一个重要的屏障来的 为台湾本岛提供了屏障 那其实呢 澎湖上面呢 就拥有偵测范围 大概300公里以上的雷达站 不过一旦失守呢 就会弱化台湾西部的防守 面临险无可守的困境 所以呢 台湾呢 亦都是 派驻军队和其他的 其他武器最多的 在这么多外岛当中 战力最强的 所以呢 解放军如果要对台登陆作战的话呢 细必要经过台湾海峡 澎湖列岛就是台军外岛防御战略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呢 估计呢 到时台军是会死守的 嗯 是的 那另外呢 第四点 就是呢 就是 美国和日本的介入 究竟有多大力呢 是吧 所以 大家要知道 美国 你看看他 他刚才说过 肯牺牲多少 还有 美国和日本 会不会到时一起结盟 会不会呢 这个呢 就是第四点可能会失败原因 因为呢 你多点作战的话呢 其实呢 不是说解放军实力不强 但是你多点作战的话 始终呢 都会很厉害的 到时 虽然澳洲很废 但是如果澳洲真的 很无聊地派些东西过去 之后 英国又帮忙 之前 连德国都说会 会什么的 都说会过去 这个东海和黄海 如果他们一起这样搞的话呢 也都是很 解放军武统的困难 也都很大的 嗯 所以呢 那今节呢 我们就 分析一下 那 都是那句 我作为中国人呢 我就不希望 我们中国人 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就是中国人之间的 有什么战争呢 都是令到不开心的 业生解决最好的 对 和平统一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 老实说 我都说了 很多心路的人士都知道 唉 中国真是跟你打 你怎么打 就算再困难的话 喂 你 封锁台湾海峡 没有贸易 你都很麻烦了 是吧 你看一下 现在没有疫苗 他都这么麻烦了 是吧 叫救命了 是啊 是啊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 和平统一 就是最好的选择 好了 那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